大家好 杨旭游记 房车环游中国的第110天 现在呢 我是在江苏的张家岗市 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你们看就是后边了房车制造的工厂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啊 就是一辆房车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也看到了 我后边是一些房车的底盘 伊威克的底盘 而我这一侧呢 就是已经造好的房车了 都是我同款的旅行家一号啊 我要的房车 所以一会儿咱们就进去看一下这个房车制造的过程到底有哪些秘密啊 走 去看看 今天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来到这个房车的工厂 也多亏了豪哥 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一会儿咱们就进去看一下这个房车工厂什么样子 走 大家看 这全是这个伊威克的底盘 刚才说过 那房车呢 从无到有 先得有一个底盘 而房车的工厂是把这个底盘 哎 拿了以后 在底盘上进行上装 形成了房车 这么一个意思 那整个房车的制造过程其实是蛮复杂的 从设计啊 哎 包括创意啊 等等各个方面 到到实际的这个制作 咱们呢 其实就看一下这个房车工厂 它的整个一个制造的一个流程啊 能看到这个流水线 实际上是按照他们上边的工位 来依次的完成相应的工序的 所以咱们呢 也按照这个流水线 这个上边的工位 依次来说一下 这应该是初始的工位 初始工位呢 是叫板金 板金什么意思啊 你看 这是一个普通的伊威克底盘 通过它的一个板金的操作 哎 相应的 储物格啊 这也是储物格啊 这些东西都 就都出来了 给它弄出来 然后咱们继续往里走啊 看看 这是第二个 叫做装配线 哎 刚才 现在看到相应的一些线数都已经拉出来了 啊 水箱也装上了 看看 房车的水箱 放在了这个位置 那房车呢 其实水箱的选位是非常重要的 它关乎着这个整个房车的一个配重 你看 它这个水箱就放在了一个中间的位置 伊威克底盘都是双轮的 就比较稳定啊 这个是这个逆变箱 逆变器啊 一些电源的控制箱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啊 简单的刚才听了一下工作人员的介绍 我也是初级的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可能不能深入 大家勉强能听 我尽量呢 把一些重点的内容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公位 刚才是初始啊 底盘线安装 锅炉管线 其实是 这几辆车都是在完成第一公位的一个操作 能看到 这是一个 前边的一个驾驶室 它座椅都要拆除掉 方便它做一些操作 咱们继续往前走啊 第二公位 这就有点意思了啊 水箱安装 地板安装 哈哈 一辆房车的建建造啊 实际上是 嗯 应该是这么一个 先把这个地板啊 先装上 然后从里到外的进行上装 看看这个地板 这厚度 有点意思吧 第三公位 家具 水路 气路 冰箱的安装 哇 这就 房车的一个简单的布局就出来了啊 咱们看看啊 这应该是一个 啊 旅行家二号吧 你看它是一个 呃 后床 咱们再看这个 都是一样的 它会把这个家具 它先不照那个外边的车厢部分 先把里边 哎 这些家具先摆好了 先弄好了 冰箱 冰箱是一个集成的冰箱了 你看它这个压缩机什么的 其实 都是在外边 它是集成 集成到这个房车里的 呃 这一块 水泵应该是 咱们去那边看一下啊 啊 这是那个热水器 这第五公位和第六公位差不多啊 其实都是这种 呃 上下左右 这种板材的一个安装 额头床的一个安装 咱们重点看看这个板材啊 看看 这是上板材 刚才在第四公位的时候 不是里边那些 哎 结构都出来了吗 然后第五六 把这些外边的一层给它套上去 这儿房车基本上 样式就出来了啊 能看到它其实这儿也不只是微豪房车 还有一些其他品牌的房车 这是这个京杭的工厂 等于它也是代加工了几个品牌的房车 所以咱们呢 可能其他的一些房车咱都能看到 这就应该是一个别的品牌的房车 看看它这个额头床 再看一下第七公位 厚保险杠 侧墙换气扇 太阳能 闭柱踏步安装 这不是就是厚保险杠吗 它这种大厂啊 真就是非常有序的 一个公位干一个公位的事儿 然后相应的工人啊 哎 操作台啊 都是各负责各的 这点真是比较流程化 越这种流程化 规模化的东西造出来 稳定性还好一些 毕竟房车非常不成熟啊 你说 如果是太小的工厂造出来的 你心里开着可能也不是太踏实 对不对 咱们上这个第七公位 工作台上看看来 我已经经过这个授权许可了 可以拍摄 所以没问题的 那这都不太阳灯板吗 这种硬板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种太阳灯板啊 这位 车底就全铺的这个东西 现在整个 车间内好像就我一个人 有点VIP的感觉啊 是不是嚷嚷两个嗓子 回音太大了 还是算了 第八公位 第九公位 就是卡座升降床拓展门窗的一个安装 但是里边都比较暗啊 我看这个亮着灯了 咱们进去看看 这是第十公位 电器的安装 整车电器的一个调试 看看 咱们进去看看啊 这时候门已经安装好了 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牌子 我也不太清楚啊 因为我看跟我那个门不太一样 看看里边 嗯 这水箱的检查口 底下不是咱们看来看的水箱吗 然后这是卡座的一个区域 还在装配的过程当中 你看啊 我那个车 这肯定是一个上翻的一个电视 它这有一个梁 给切断了 大家知道我这个车的电视 我不是在这儿吗 然后这个梁就没有被切断 这是整个的一个窗床 因为没有切断有一个好处啊 发生侧状的时候 你这车不至于太压缩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在选购房车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一下 反正上翻的床 这个依维克底盘的这个前边的横梁 肯定被切断了 看看 不切断的 这个这个痕迹嘛 看到了吧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啊 纵床 布局其实跟我差不多 但是里边呢 这个家具啊 家具啊 不太一样 小衣柜 这是一个厨房的区域 这车冰箱呢 这儿了 看看 以十一公位坐垫坐椅 爬梯安装 这个车我熟啊 好像跟我车同款 走 咱们进进去看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反正又工厂了 这些操作的 我我车同款啊 只是其实这车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 大家看到了吧 布局已经OK了 哎 看 这个 他就是这个没有切断 整个的一张床 这么一个情况 下一辆是十二公位 贴花打胶 啊 你看 这是 白纸一张 往后就该贴花打胶了 这也是这个 这是旅行家二号 应该是 对 没错 旅行家二号呢 是后边的一个 这个横床嘛 之前跟大家视频中说过 不详细介绍 十三公位是车辆的整理清洁 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 你看这辆车 它是带这种拓展的 后拓展 看那边有没有侧拓展啊 啊 你看 这还可以侧拓展 这还没有拓展出来啊 出了一小部分 哎 一般它能到这 这样的话 侧面啊 后面 就会多了不少的空间 这个车咱们能进去看看不 嘿 进去看看 又是一个新款的车型 我灯呢 把灯打开啊 好了 打开灯了 咱们看一下啊 前额头床 再看这一侧 对卡座 你看 侧拓展出去了 一小部分啊 就感觉宽敞了不少了 这个厨房区域也不错啊 感觉挺挺好的 后边是一个 这个后床 其实撞头了 其实房车就这两种布局 一种是纵床 一种是后后横床 最经典的就是这两种布局 行了 咱们就看一下这个 我把灯还是关了啊 走着咱们 也不能太过分啊 什么都转转 往前看啊 过了这个13公位以后 后边就没有公位了 就是这种检条区 应该就是给房车做检测 还是紧紧再看一眼啊 有人啊 不好意思 有人啊 还是看 这是微豪的房车 不看了啊 咱们看了好几辆了 这就应该是最后的一个 各项的一个检测了 我刚才我看他们检测了 拿着几叶纸 然后一项一项的勾选 完成最后一个步骤 我听他们说检测完以后呢 外边还有一些检测 什么雨林啊 其他的一些等等 一系列检测了 基本上一辆房车 就差不多建成了 这就是一个房车 整个的一个建造的过程 走之前我还得再合影一下 依旧是等老了以后 好有一个吹牛的凭证 好好的合影一张 把这个视频一定要保存好 老了 跟他们去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几个人